老刘的英文秘籍 一所预言学英文第四集 The Bad and the Weasels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一所预言综合性的 我们可以知道一所预言 每一个小故事在讲 讲什么内容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顺便学一下一些单字 一些单字 还有这个片语 等等的 那我们来看 它这个 Bat就是蝙蝠 蝙蝠 和Wizel Wizel是 黄鼠狼 一个是鸟类 一个是小动物 因为它 这个故事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你看 它是好几段 这个呢 它只有一段而已 只有一段 当然一段是 字 字是不少 就是一段 一段而已 那所以一段呢 这为了好看呢 所以呢 就是 一句就是 红字 一句就是 黑字 这样我们就是 分了好几个 好几个 好几个句子 这样比较好懂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第一个句子 A bear who felled upon the ground It was caught by a whistle Pleaded to be spared his life 那有一只蝙蝠 who 关系代名词 这个就代表着蝙蝠 它呢 Fell the pound 就跌倒 它是过去分词 啊 不是 过去是 那个 它现在是 Fall F-A-L-L 它过去是呢 就是 因为发生在过去 已经结束了 Fall who fell 那可是 它很讨厌 它的过去分词是 Fallen F-A-L-L-E-N 所以那个动词的三态 有时候三态 一般就是不一样 最简单就是 过去是跟过去分词 加一滴 可以有的时候呢 三个又不一样 各自不一样 有时候三个又一样 所以这很讨厌 所以要熟悉一下 好 掉到地上 地上 ground 主要是指 比较硬的地 掉到地上了 当然你说 土地也是ground 也可以了 掉到地上 was caught 被抓了 这是动词 所以绿色 这看过前几集都知道 都是 绿色就是动词 主要是 caught caught 它那个原型动词是catch 所以这个catch caught caught 三个 它被抓到 因为是被动词 所以两个标起来 两个都是动词 它主要是 caught 但是它是因为 被动词的 所以有was前面 by 被什么呢 被一个 被一只黄鼠狼 抓到了 它可能受伤了 或怎么样 那个 掉地上 然后 掉土地上 被那 被一只 黄鼠狼 逮到了 黄鼠狼有爪子 Pleaded Pleaded 不是黄鼠狼 Pleaded 所以英文 这个有时候 写的也不够好 就说它离那个 前面的 Bad 太远了 所以它是指 因为我们看上下文 显然的是指 那个 蝙蝠 求情 而不是 不是黄鼠狼 求情 所以它这个 等于是 是这个 不好标 它是那个 蝙蝠呢 就像那个 像那个 黄鼠狼求情 Pleaded Pleaded 是我们的 陈情 诉苦 求情 To be spared of his life 因为它掉下来 被抓 那被抓了 黄鼠狼 抓那个蝙蝠 那不可能 黄鼠狼求情 那一定是 蝙蝠求情 所以蝙蝠求情 哎呀 我从天上受伤 掉下来 被你抓到了 拜托 不要宰了我 不要杀了我 不要玩弄我 对不对 拜托我受伤 要照顾我 Spell就是 饶命 饶命 那spell 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备份的 备用的 也spell 所以看上下文 它有两个意思 饶了他的命 那就是 这个红字 绿字当时 动词 红字是一句 那后面 黑体字又是一句 那第二句呢 The weasel refused saying that he was by nature the enemy of the earth birds 而黄鼠楼 refuse refuse就是 拒绝了 或者是否认了 然后saying 说呢 所以他两个动词呢 那第二个动词就改ing 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 所以他其实两个动词 但文法上OK的 因为第二个动词 他加ing 就避开了 文法上的两个动词 一个句子不能有两个动词的 这个规矩 说 that又关系代名词 说什么呢 说he was by nature by nature是片 就是天性 就生来就怎么样 我生来脾气又不好 我生来 我生来就喜欢 做坏事 我生来就喜欢念书 by nature 天生的 什么天生 什么东西呢 the enemy 是of all birds 所有鸟类的敌人 我天生 我天性就是讨厌鸟 我就喜欢吃鸟 我就喜欢杀鸟 这我的天性 怎么办呢 那完蛋了 那这个蝙蝠完蛋 那第三句 the bear assured him that he was not a bird but a mouse and that he was set free 那这个蝙蝠很聪明 assure就是 是什么确认 assure就是 使谁幸福 或者我们直接翻译说服 这个蝙蝠呢 就告诉 告诉这个 him 就是指这个wizel 就是 告诉 告诉这个 黄鼠狼 就让他 让他幸福 或者说服 他就 就是说服 这个黄鼠狼说 又是关系代名 代名词 应该叫关系代名字了 说 he was not a bird 说 我不是蝙蝠 我们叫 那个叫说 睁眼说瞎话嘛 就骗他嘛 就是欺骗他 说我不是鸟 那明明蝙蝠就是鸟啊 鸟类啊 我不是鸟 我是一只老鼠 胡说八道 是吧 但是呢 黄鼠狼可能 也很少看到蝙蝠 从天上掉下来了 那应该是鸟类啊 我天生就是鸟类的敌人啊 但是你告诉我 你是老鼠 我就相信了 and thus was set free that就是因此 因此 was 谁的was呢 就是 就是那蝙蝠 蝙蝠呢 set free was set 就是 set就是 被怎么样了 被放置了 被安置 就是 被释放了 free free这边是 free也可以 也可以是 名字 不是名字 名字是freedom 也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副词 这边是副词 副词修识动词 那为什么有两个 律字呢 有两个动词呢 因为它有加个连接 连接字 我们一般讲连接词 应该叫连接字 连接词呢 and 那and 前后各可以有一个动词 这种就可以 所以居然 唬烂 成功 一诗不察 这个 黄鼠狼就把它放掉 assurely afterwards the bed again fell to the ground and was caught by another whistle he and he likewise entreated not to eat him assurely 就是不久 after 之后 不久之后呢 这只蝙蝠 又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 可能受伤没好 又掉下来了 又掉地上了 and was caught 又被另外一只 黄鼠狼抓到了 所以我们一般 一般像这种 whizel 什么bad 都小血 可是一所欲言 我们不要学它 因为它里面常常都用 几乎都用大血 人民都用大血 没问题 这一般的老虎啊 什么狮子啊 这个兔子啊 就不用大血 所以我们不要被它骗 不要说 看完一所欲言 以后所有的蝙蝠 所有的黄鼠狼都大血 不是 那是他特殊的写法 那一般就不要 就小血 那碰到另外一只黄鼠狼呢 whom 这个 它是who的授词 whom 那它likewise likewise就是也是 也是的意思 you likewise entreated whom 它为什么不用who呢 它是to whom 它是被 如果主动的就用who 如果被动的就用whom 它是授词 它被动的 就是它也被 intreated 又被 前面我们说 pleated pleated 是成型 恳求 那intreated 也是哀怜 恳求的意思 两个字 蛮像 所以我们就是英文的 我们 同意识多学一点 你说 我哀求呢 可以用pleated 也可以用intreated 或者用bag 哀求 像乞丐一样 B1G 那很多字了 不要吃掉它 又哀求 但是这时候另外一只黄鼠狼 然后呢 The visual said that he had a special hostility to mice 这只黄鼠狼呢 他说 它有一个special hostility 它有一种敌意 有一种特殊的敌意 对老鼠 前面的黄鼠狼说 所有的鸟类都是我敌人 这只黄鼠狼说 我讨厌老鼠 我看到老鼠宰了它 hostility 敌意 那它形容词是 有人念hostile 有人念hostile 那美国人念hostile 那英国人常常念hostile 然后呢 这只蝙蝠呢 哇 我前面 我说 我是老鼠 我故意 说我不是蝙蝠 我逃过一劫 结果倒霉 碰到这只 它说它 它喜欢 宰 宰 宰老鼠 然后是大的鼠嘛 它讨厌小的老鼠 诶 这个蝙蝠怎么办 assure 又来了 这个assure 它就没有用别的字 跟前面的一样 它就 又欺骗它 让它相信 He was not a mouse 诶 这时候 蝙蝠又说 我不是老鼠 我是 我是一只蝙蝠 它又讲真话了 and there's a second time second time 就第二次了 Escape Escape 逃跑 前面是 set free 被放走 被释放自由 那这个Escape 就是离开了 逃开了 逃跑了 两次都成功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 那我们看 那这个小故事的重点就是说 这句话的 这个小故事的重点就是说 it is wise to turn circumstances to good account 就是 it is wise 就是它是聪明的 什么聪明呢 就turn turn就是 我们一般是转弯啊 也可以说变成啊 甚至很多那个外国的那个谍报剧里面 turn就是使谁呢 反叛 叛变 或者把吸收过来 turn就转变的意思 就把那个circumstances 把那个各种状况 把它改变过来 改变成什么 to 变成一个good account account good当时好啊 account 我们就说账户啦 户头啦 也可以当原因啦 但这边的account就是一个结果 account 所以这个一次夺一次account 它有很多意思 account有银行的户头 有原因 也可以当利益 就好处啦 利益 这account是结果 变成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 聪明人就可以把各种状况 变成好的结果 把坏的变好的 或者我们讲的 比较一般的 大家听得懂就是 聪明的人就会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 同学化集 这就一般人就 中国人就听得懂 所以我们 英文翻点中文 照字面翻 有时候怎么翻怎么累 聪明 这是很聪明的 把各种的情况 把它变成好的 好的账户 好的利益 好的结果 怎么翻都不对 那 那我们习惯讲就是说 聪明人就随机应变了 聪明人 反应快灵活人 就可以逢凶化集了 这话就听得懂 那我们 我们也把那一些单字 把一些单字 就发音了 大家比较 比较需要 比较需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Bat 这个是 大卷蛇 Bat 它当动词的时候 也可以是那个打击 也可以是打击的意思 Bat 大卷蛇 那个Fell 它是那个 半卷蛇 Fell 卷一半的蛇叫 Fell 这个一般亚洲不大会翻 这个是Cod Cod 它是 它是O带一点R的音 也是大卷蛇 声音在很后面 Cod Cod 而不是Code Code Code 那Spell Spell也是卷一半 卷蛇卷一半 Spell Spell 不要念成不卷蛇 Spell Spell 或者是大卷蛇的 Spell Spell 不是卷一半就好 Spell Nature是完全不卷蛇的 Nature Nature 完全不卷蛇的 Nature 那这个Bird是不好发音 它是那个R 它是声音在最下面 这个下额往下拉 舌头在最下面 Bird Bird 一般没办法发音 Bird Bird 它是往下Bird 像土地也是Earth 声音那个发音在最下面 那个土地变点是Earth Earth 它是Earth 鸟是Bird 那这个Set 也是半卷蛇 Set Set 卷一半 Fell 那这个Fell 它过去是掉下也是卷一半 Fell 那这个Eath 就是很好发 就是Eath 就是Eath Fell 那这个Set 也是卷蛇卷一半 Set 这个Special Special 我们常常说嘛 Special 特别的 有什么Holkonger Special 它是卷一半 Special Second 也是卷一半 Second Second 这个 它是第二个的意思 Second 当然也是 几秒钟的 所以一个字有很多意思 Second 甚至动词是 复义 我们开会的时候说 人家讲的你同不同意 你不能说同意 因为 因为你只是 负义 你只是赞成 赞成叫负义 不能说同意 Second 这Escape 这就完全不减色 Escape 所以它几个重点式的发音 在这里 所以我们今天了解一下 这一篇的 跟英文有关一些种种 今天讲到这里